干扰众生,使众生烦恼 就像一个不会医术的医生 没有解药的医生 你怎么去帮别人打针开刀呢 你不是制造更大的痛苦吗 所以我想各位 越想要帮助众生 就越要进化自己 越要累积资粮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共修八观灾界 目的也是为了这个 希望大家共享功德 以这个功德 大家促进了界定会 特别智慧,悲心,各种的资粮 然后呢,现在只是结缘了 现在不能说我们在度众生 结缘了,互相增上 将来你真的成佛有净土了 那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在度众生 这个时候只能怎么样 安忍,安忍,安忍 要忍入 要对所有的境界能够接受 而且痛苦来了 只怪自己没空性 装不下 内心承受不了 所以是自己的问题 问题绝对不是在外界的境界或别人身上 好,那这样啊 以这样子的动机 为了出离烦恼 为了大悲众生 为了成就菩提 为了圆满空性 得正佛果 祈请诸佛菩萨所有上师的加持 来引导的所有众生 不是光临自己啊 成佛也是为了众生 所以你发菩萨先是从头中到尾 时时刻刻都不能够放下 时时刻刻都要意念的众生 那你才有叫大秤的成佛 当你有一刻为了自己的离苦而放下众生 你马上就断掉 放下你要重新再来 就像你提了一个东西要提到100层 你已经提到99层 你把它放下还有掉到地下室 你要重新提了 所以各位记住这一点 永永远远远的不舍弃众生 永远远远的不称会众生 所以 那不是说今天你提到99 突然掉了啊 掉一层从98 没有的 你必须从头开始 这个最难了 所以为什么叫大悲不退转 回向娑婆 到了极乐世界 你再回到娑婆 怎么样的被侮辱伤害 煎草油炸 你都不会退转 那你才有成佛的可能 这个各位一定要发起这个誓愿 不在十方诸佛面前跪下来发起这个 永不退转的悲愿 那是跟成佛是没有缘的 所以境界越多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福报 为什么境界越多你才有机会 一直 劣洗这个安忍 由众生忍 然后呢变化无常的法忍 最后呢能够好好的观察 地查法忍 断除我职 才可以正入无声法忍 那以这个无声法忍 你才有可能得正了圆满的慈悲智慧 所以这样来祈求 所以各位我们祈求要知道为什么要祈求 就像我现在得癌症了病得要死 哎呀医生啊赶快给我打止痛剂啊 叫祈求 没有这样祈求 那当然有些人祈求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祈求 所以 我很痛苦啊很痛苦啊 因为钱太多痛苦啊 事实上你把钱放掉不执着就不痛苦了 而不是祈求 佛菩萨你保护我这个钱 所以 有钱没钱是你的业报跟你求没关系 所以 能够超越金钱而去使用金钱就可以 钱也不是求来的 是自己的因缘 自己的善业 好 但至少大家祈求什么 再念一次 处理心 空心 大悲心 菩提心 存佛的心 然后呢 更祈求自己 断烦恼 消业障 消除习气 要祈求这样 就像你现在痛的要是 痛 所以这个痛是 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造成的 所以要祈求佛菩萨加持 给我 还是帮助我 断除我自己的烦恼习气 而不是把烦恼习气交给佛菩萨 不是那个意思啊 所以佛菩萨给我们加持 给我们法 要靠你自己的决心去改变它 所以这样来祈请 也带着所有众生齐情 大德 一心念 我弟子海涛众等 今请大德为三规八戒本师 愿大德为我等做三规八戒本师 我以大德故 得受清境界 持品故 拜 第二遍 大德一心念 我们今天 也所有的众生的法号 都叫德光 大家都有圆满的功德 而产生光明 其利益众生 叫德光 所以我弟子 德光众等 今请大德为三规八戒本师 愿大德为我做三规八戒本师 我以大德故 得受清境界 持品故 第三遍 大德一心念 我弟子海涛众等 今请大德为三规八戒本师 愿大德为我做三规八戒本师 我以大德故 得受清境界 大慈敏故 再来 齐请本师释迦牟女佛 乃至所有的佛法身三宝 乃至呢 护法善神 来护戒 这样齐请 当然如果各位有时间 你就念常规啊 佛教修行 不嫌麻烦 不赶得快 一切都 一步一脚运 踏踏实实的 都去观想 结缘 礼拜 春战 这样最好 最好一个三规一 你能够念一辈子 你要 你要开始这样练习 就像各位你在观想 你的内心是随时保持在这种 活性的状态 然后展现出来的行为 随缘 你为了眼睛闭起来 不管周遭的苦难 我们叫今天外界没有痛苦 敬得修慧 一打开眼睛看到外界需要帮忙 动着修复 随时的保持在这个 对自己跟对众生 这种悲至双运的状态 慈悲与智慧 慈悲不离合智慧 智慧展现慈悲 所以时时刻刻 这个对内的智慧 对外的悲心 是同时在实践的 所以这样来 齐齐 南无本师 世家 中国вер整 有人问我一句话 他说他在念本师释迦摩尼佛 怎么想到他的仇人 他怎么没有想到本师 但是我告诉你 你的仇人也是本师释迦摩尼佛的佛性 这个时候 你会把他当仇人 对念 那是因为没有信心 你用一种称恨心 可能本师释迦摩尼佛 就视线成你的仇家 看你能不能够转化你自己 能够把仇家都当作你的上师 那你不是慈悲没有敌人吗 空性超越战脉 这个时候是你自己如何转化 黑暗的本体 各个都是光明 佛魔一如 你看到的是魔 那你把它当佛 你用悲心 那他就变成佛 你把佛当作魔 那佛也变成魔 所以佛跟魔境界好坏 决定在你的心态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 你的冤心在主 那你能够用对待佛的方法来对待他 冤心在主怎么可能不成佛呢 那各位你这样知道吗 所谓超度冤心在主 就是你把他当佛看 对不对 帮他送地藏经 帮他放生 向他忏悔 那不是把他当佛看吗 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告诉各位 你对无形的冤心在主 怕得要死 天天给他超度 你对有形的冤心在主 也不懂得超度他 你对他好一点 做功德给他 对他客气 然后他就不是你的冤心在主 请各位掌握住 有些人是这样的 比如说 他的先生找他麻烦 他就帮他查一查 有什么冤心 他每天都给他超度 然后对他先生还是很凶 那有用吗 那才是你真正的 有形的冤心在主 是你对无形 有形一切众生 要平等对待 就一个菩萨而言 这个世间 只要有任何一个众生 在受苦 任何一个境界不圆满 都是他的惭愧点 都是他忏悔的 就像一个救火队 哪里有火灾 都是他的责任 对不对 他不能舍弃 就一个菩萨 这个世间 哪里有灾难痛苦 都是他的业 众生的苦 都是佛菩萨心中的苦 众生的病 都是佛菩萨心中的病 就像做个医生 到了医院门口 看到这么多病 自己赶快要惭愧 这是我的责任 我好好的医他 每一个病来 都要让他健康的出去 而不是说 对不起下班啊 你们回去痛吧 所以为什么要改成 二十个钟头 为什么要改成 因为急呀 急疹不能休息的 只是大家身体肉体要休息 大家要轮流 但是心里面是意念的众生苦的 所以做过菩萨 各位如果要发菩提心 只能意念众生苦 而不是别人给你痛苦 别人给你痛苦 那只是你自己的意愿的问题 自己的福报之良 自己的微得力不够 要不断的这样 也因为罗斯 我们一直齐请的 佛菩萨的加持 自己的虔诚的忏悔 然后呢 广修功德 我在念试 自我功德力 虔诚的忏悔 特别观想 释迦牟尼佛 白豪光 照着我们 跟所有 无量无边的众生 最好各位把这些 所有众生的苦 都在你的身上来 你的身上承担了 所有众生的苦 然后呢 再祈求佛的加持 希望 佛菩萨消除他们的痛苦 教各位的一个技巧 你念观音菩萨 你要忘下自己 否则男生女生 得癌症 有钱没钱 全然放下 那个则是一个夜报的现象 它是空性 不要执着 也不要担心 这个时候我们变成 全然的身口意的观音菩萨 第二个变观 变就是一切 在所有这个世界 都变成观音甘露 也就是说 这个雨水 变满一切 这个世界 没有世界 通通变成观音甘露 这个叫变观 所谓变火观是 我们现在觉得它是灯 它是摄影机 它是房子 我们有分别像 所以变火观是 整个世界都变火 你所看到的 都是火形成的 就像火在烧的时候 会可能有各种形象 都是火 没有分别的 这样你就很容易录定 定就是没有分别的状态 所以现在我们念这个甘露咒 整个世界都变成观音甘露 所以你跟观音甘露 合为一体 然后观音甘露 变满一切 所以所有地方都消悦 都得到净化 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 这个是进入无我 空性最好的方法 所有众生变成佛菩萨 所有法界变成佛菩萨的功德力量 所以所有的心都变成佛心 没有分别 那我想我们受傍晚再见 也是这个意思 透过身口意不犯 以不犯做基础 去学习佛菩萨 菩萨的身口意 然后最后就叫一心念佛 无有分别 不当自己无有分别 希望所有众生也都达到净土 心清静的状态 那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都达到佛性圆满的状态 那这样的是对众生满意 这个世界最大的痛苦是 你认为没法度了 这是最大的痛苦 这个叫你舍弃众生 在怎么样的众生 都有成佛的可能 哪怕他现在杀死了我们的父母 现在进一步要杀你强奸你 他都可以成佛 永远不舍弃对吧 这就是文殊菩萨空性的大愿 凡是伤我的批评我的 砍杀我的将来皆可发菩提心 皆可成佛 这是众生唯一的本体 所以一个小孩子发疯了 拿着刀子去杀他妈妈 等他醒来了 他就说原来那是我妈 但是他在无名业力所转的时候 我跟你讲 真的是儿子杀死妈妈妈 砍死老爸 为什么 那么这个因缘果报 原亲在主附身了 业力成熟了 竟然把爸爸当作羊给他砍死了 因为这个爸爸过去杀死他 他做羊的时候爸爸杀死他 他现在投胎做儿子 又恢复了羊的业力的时候 变成去砍杀对吧 这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让自己恢复到一个佛性圆满的状态 不然我们被业力无名 就像我们以前钓鱼 觉得是快乐不得了 现在叫我们去钓鱼 真的是残酷的不得了 过去还真无名 像各位现在吃树了 你以前吃肉觉得太好吃了 根本没有想到对方的苦 现在叫你吃开什么玩笑 应可饿死也不要吃 太不慈悲了 过去觉得很香的味道 现在觉得很臭的味道 那为什么过去会觉得很香 你看无名的状态 父母都拿来杀他都觉得可以 所以那现在你了解 所以我想各位站在这样子的 觉醒的状态去看待众生 会觉得众生好可怜啊 本来他就是佛 他为什么去做这样子 伤害自己伤害父母的 思想行为呢 你不但不怪他 而且认肯定没有问题的 他一定可以成佛 就像一个得重病癌症的 现在有解药了 没有问题 你拿什么病 我解药给你 等下痛也不痛 医生是充满了信心的 所以各位 你这样的佛力的加持 消除众生所有的业障 大家虔诚悔 自喜决心改变 什么叫改变 恢复你本来慈悲 智慧佛性的状态 这个一点都不用往外求的 自信本具足的 而不是说今天你没有钱 叫你变成有钱 这个恢复清静佛性 悲心的状态 这是本来就有了 你只要把这些假的东西放下 净化掉 这个叫忏除业障 所以真正的忏悔 从内心忏 内心里面恢复无贪嗔痴的 圆满的状态 所以世民真忏悔 就不再起心动念了 求忏悔 往昔所造诸二叶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于一叶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 往昔所造诸二叶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于一叶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 第三遍 特别观想 每次都不断的观想 所有痛苦的众生 都是我的痛苦 都是我造成的 我来承担 我来忏悔 所以求佛加持 往昔所造诸二叶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于一叶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 各位经常听一个贫女现灯的故事 贫穷的老乞丐 看到 阿瑟士王在供佛 六十八公里 大家都很羡慕 国王有钱啊 大忏悔 但是这位贫穷的女乞丐 他自己更是惭愧 国王有这么大的福报 供德 我这么可怜 这么没有福报 我唯一的价值的就是 我的头发 他的女人头发 全部割下 就换了两滴油 他以这样的大惭愧心 来供佛 那各位 谁的功德呢 反而他的功德 照超过现场的国王 跟参加人所有的功德 因为他有一个大惭愧心 以及大水洗心 而且呢 虽然他是一个贫穷的老乞丐 他也发愿 我将来也要成就佛陀的功德 来利益众生 相信自己有佛性 相信 虽然他现在认为自己业障最大恶极 成为一个贫穷的老女人 但是他相信自己有佛性 而且他相信真实的要忏悔 而且他真实也发愿 所以七日七夜点完 佛陀说功德是谁 就是这位老乞丐 而且佛陀当场授记 他将来成佛 须弥灯光如来 他两滴油 谁也灭不到他 而且他的佛光便于切处 为什么叫灭不了 等他发菩提心以后 这个灯就算烧完了 但是光还在 所以各位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永不退转 一个蒸发菩提心是一定成佛的 而且他生生世世一定在度所有众生都成佛的 这个叫以发菩提心 所以这个老乞丐 以发菩提心 永不退转 所以他的灯光 叫须弥光 须弥就是世界 这个须弥都充满了他的菩提心 所以我问各位 这位平礼的光 跟当场佛陀的光 是无有分别 一个是以成佛 一个是未成佛 同样有菩提心佛光的力量 我现在如果各位 我们今天 昨天你杀死爸爸 你强奸了谁 但是你现在 放下土道了 也接受夜报了 实为空性 就算夜报来本体也是空性 你也不怕 这是我的夜 我可以承受 但是我用平静的心 空性来超越 苦还是苦哦 但心不苦 但是你的菩提心 愿成佛的菩提心 永不退转 那十方诸佛的力量 就在你的心上 去利益重生 当你一念佛的时候 当你一发菩提心 为众生做什么功德的时候 他得到佛力的加持 就像我们怀着 阿弥陀佛的悲怨 去哪里祝念 那个被祝念的对象 一定得到佛力的加持 永离山土 愿往生 当下往生 因为我们的佛性 跟阿弥陀佛的佛性 无有分别 只要你能够相信这一点 来忏悔 忏悔 就是你相信 你有最亲近的那一面 你要把不好的 这些业力烦恼习气 净除掉 你永远要用这样的心态 虽然 现在他只是一个老乞丐 但是 他必定可以成佛 他发起了这个信愿 所以 这个叫发菩提心 所以 当下被受寂 所以各位这样 听你就 你不要再说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所以 然后呢 一直在排斥自己的责任 不承担 所以我们大乘佛叫 直下承担 当下承担 这个世间任何一件事情 现在流行 新冠状肺炎 这我来承担 这是我的业 所有痛苦来找我 我用菩提心 来承受这个业 也来发这个愿 那就对了 这个肺炎就因为你的发愿 那就进化了 至少50% 但是你不用去跟别人说 人家会说你疯着 庆才公共 但是你要知道 菩提心的力量 就像那个 以前的摩西 对不对 带着 要被追杀的 他一喊 大海都打开 让他们走过去 让他们走过去 这些 这些敌军又被追了 又被大海 消除 那菩提心 可以转 大海为疏弱 可以变化世界 那 这个就是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 相信自己可以成佛 相信每一个佛都已成佛 相信所有众生 未来都可以成佛 所以我想 我必须告诉各位 忏悔的真正的意义 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把自己不好的 消除掉 而且不要舍弃众生 众生在无论如何 只要他是一个友情 必定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再念一遍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死贪生吃 重生于义之所生 金怼佛前 求忏悔 拜拜 拜拜 所以各位这个忏悔 就是想要 当初释迦牟尼佛在英帝 第二阿僧奇节做善慧统整的时候 然后他看到蓝灯佛了 然后呢 蓝灯佛走过来地上一滩水 脏脏的 他以这样子的心态 我用我污秽的身体 来替蓝灯佛铺在地上 不要去 让佛陀的脚弄死掉弄脏掉 啪下去 连头发都给他拉长 铺得满满的 也因为这样累劫业障消除 有被授记 未来名字叫释迦牟尼 这样子的怨也是一种忏悔 更是一种承担 发怨 蒸发菩提心 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孩子上会童子 但是他将来也成佛 所以我想 这为什么藏传佛教 他们喜欢这样扑下去 他采用这个 你能够铺满大地 覆盖所有众生的痛苦 所以让所有人都不要脏掉 你脏在你身上 承担众生的脏 让众生都成佛 所以当蓝灯佛跨过去 他没有叹在他身上 告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跨过去 他告诉后面的这些比丘游行众 因为他以发菩提心 阿罗汉不过是为自己在修行 唯有愿意承担众生苦 愿意发起菩提心的 才是将来的佛 那以发菩提心 我们要当作佛来看 所以各位我想 忏悔不是忏悔很多次 是你的决心够不够 如果你决心不够 你念了一百万遍 忏悔咒 力量也不够 如果你决心够一次的忏悔 就抵别人百千万一次 所以这是一个决心的问题 那我们忏悔以后 那叫归菩提心 大乘的归佛 愿发菩提心 不是光严 当愿众生发菩提心 消除贪欲 规法当愿众生体振空性 去除于此我之归生 当愿众生生起忍入大悲心 消除称慧对立心 那我们叫大乘的三归一 我们才可以得到大乘的菩萨戒 八观灾戒的戒体 所以各位将来发现第一遍 消自己跟众生累劫的业障 第二遍 所以 诸佛菩萨的光明戒体在头顶 照着我们跟所有众生 第三遍 我们跟所有众生 都得到成佛的八观灾戒 戒体变满一切 只要你不再遗失 那你未成佛跟与成佛功德一样 力量一样 因为透过我们这个未成佛来念佛 那与成佛的功德就展现出来 所以 我们虽然不是发光的 但是我们这个镜子 可以把水圆满的太阳光 透过我们小小镜子折射到 无厌佛界的地下室 让黑暗的地方 那无间地狱都发光了 所以各位啊 这样 用这个决心忏悔以后 皈依就是转化 转邪为正 转自私为大悲心 转凡夫为佛性 就是转凡心为佛心 再来承担 而且永不退转叫三戒 一日一夜代表敬为来戒 对小乘来讲 那可能是阿威日夜 但是对大乘来讲 所有的戒令都是敬畏来尽 永不舍弃 永不舍弃的 因为用菩提心 所以菩萨戒不舍戒 但是在形式上 那当然这个八弯灾界 你可以是可以放下 但内心里面 是永不舍弃菩提心的 要这样来观想啊 我弟子海涛 当愿父母祖先 累劫冤亲在主 流产胎儿 动物亡女 所有受苦有情 六道众生 各位住家附近 道场内外 有情无情 受苦有众生 同来道场 同法无上 成佛之菩提心 归佛 归法 归生 一日一夜 各位发愿受戒期间 为 进行 妖婆舍 如来至真等正觉 是我 是尊 拜 业障消除 恢复情境 第二篇 我 弟子 海涛 当愿父母众生 同法无上菩提心 归佛 归法 归生 一日一夜 或受戒期间 为 进行 妖婆仪 如来至真等正觉 是我 是尊 拜 光明戒体 与加持的 所有众生 第三遍 带着 所有众生 各位就 努力观想一次 两次 三次就像作为燕共 各位要一直观想 一直召醒 来喲 来家喲 来家喲 更远更远更远的 所以以前缅甸老二上都跟我说 如果你明天要超度 前一天晚上一定要先到 特别法师要到 为什么 很多的鬼道 没有在一日一夜 二十四个钟头 他敢都敢不来吃 他们这些看得见的阿罗汉 是看到这个现象 至少一日一夜 先去招请 我们大乘也是这样 你真的要招请的时候 前一天晚上 大招请 但是来的还是有限的 还有更远的众生 还没到 至少有这个想法 但是各位 所有的情况 都要引领招请的众生 就像我们要吃饭 一定要先请爸爸妈妈吃 请佛菩萨吃 请爸爸妈妈吃 请祖先吃 请颂生吃 我们才吃 所以第三遍 所有众生的法号叫 道德大光明 道德光 希望大家都 以我们的戒律慈悲 来利益众生 我弟子德光 当愿父母众生同法无上菩提心 归佛 归法 归生 一日一夜 或授戒期间 为进行 悠佛仪 如来至真等正觉 是我 是尊 拜 同德 菩萨 光明